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珍必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本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平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我們都很久沒說過那些BNOGA的 故事 沒想到這條新聞 都分享了在很多很多他們的 這個叫做論壇 和在專頁裏面 沒什麼的 亦都是老生常談 我初初以為 都年多了,這些事情可能會少一點 不會啦 真的不會啦 什麼叫BNOGA呢 沒錯 那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位 女士 就說 希望香港人手足 廣傳這件事情 有些香港人 真是 好L反骨 人線被人氣 原來 過分好心 真是會被人踐踏的 事緣是這樣的 我有間屋在Warrington 屬於 未來就買了 一年前 由於未來英國 所以 在Facebook放租 想租給香港人 同聲同氣 這位 所謂手足 當初就求我租房子給他 那時候連BNO Visa都未批 看在大家都是同路人手足的面相 素未謀面 就靠 一個順志 幫得就幫 啊 畢竟身在外地 都不容易 所以我也是 正正式收取三個月的造監 和一個月的 Deposit 都頗有米 多大方 多大方 之後就交給Agent 公司 去管理 直至今年4月 通知他 我要來英國了 我要收回房子自主 他說 未找到屋搬 再給多兩個月時間 我就想 算了 都沒那麼快到的 爽快答應 因為租樓不是一時三刻的 租約 就 在 7月31日就結束 但是到今時今刻 兩個幾星期 他也是 賴市不走 亦不肯交租 當沒事發生 還跟Agent 說 中介說 買了樓 未知何時才收樓 就先住住 不搬的我 哇 這樣也行嗎 那麼 你買樓何時收樓 是你的事 這位 比Biannoga的包租婆說 就是 關人傻事 我照說 難道你一年後收樓 我等你一年 我不用住 做人不要太太離譜 我引述他 他知道英國保障租 所以他就想走法律 覺得無論如何 都是我吃虧 人是有 容忍度的 亦有底線 除非你不在乎你的 Credit Record 不怕以後賣不到樓 他買了 他說買了 是的 不怕以後賣不到樓 租不到樓 你就這樣 不怕 影響 BNO入籍 你就這樣做 他是不理的 很多 他上個月 就post了一篇晚 講述香港人 賣樓 是扑街 思維扭曲 說 買了買了 買完一間又一間 沒有手足 衝在前面犧牲 你們有BNO過來買樓嗎 心中的不平衡 他想 各個手足香港人都是 這個 笨街 還有 是這個 是髒骯髒 流落街頭最好 他就最舒服 這些都不知道是甚麼人 我知道 你買了新樓 當然想人家過得不好 這種是甚麼人甚麼心態 很多人評擊他之後 他才刪了帖 大家評下你給一下意見 他真是賴死不肯搬 大家覺得找律師入品告他 還是去council 舉報他好呢 他好像爛命一條 沒有怕 慘過我欠他 你有甚麼 意見給他 我的意見就是 Why not move 又去council舉報 亦都報警 處理 亦都有人說 快點公開他的名字 其他人會上當的 當然亦都有人說 租約是7月31日 現在才8月多 這樣可能算是欠租 如果你整個月交的話 我不知道他們合約怎麼寫 亦都有人跟你說 兩樣都告他 亦都有人說 有時候好人真的很難做 都不明白 為甚麼他不擔心自己的credit record 畢竟他都未入籍 他是不是只有這件事 可能是 Credit record 是否當正是像香港那樣 或許 不過也是那句 影衰香港人 那些所謂的香港人幫香港人 其實 或者叫香港人 幫香港人之外 還不收錢我就不相信 幫其實也有很多 或者收信一點也有 亦都有人說法庭見 說多浪漢氣 我引述他 亦都有人說 找律師搞搞他 下面又開始說 叫他回大灣區 你應該一開始跟他說 問他 你有沒有問題 他也不是正常人 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他本來有沒有問題 傻 亦都有人說 對付租霸 一律採取法律行動 他買得起樓 證明是有資產人士 到時的律師 可以claim 回他的 不怕他 沒有錢給 你有Agent幫你做整 不用怕他 最怕是那些窮到洞的租把 告入 都沒有錢給你 如果他破壞了你的房子 這些就是 criminal case 一定要報警 你有沒有 看到之前 警察那份獨立報告 報警很多都是 不了了之 你這些更小事 更小 人家那些 有些好像是霸王硬上班 警察都當看不到 何況你這些 什麼 叫做收租的糾紛 亦有人說 你通知他要收回房子自住時 有沒有文字紀錄 跟這些人交手最好有文字紀錄 還要英文 將來有什麼事起碼有些紀錄造證 不用口同鼻咬 希望你可以順利拿回房子 亦有人說 搬不到要跟別人商量 一定要交租 不交租就是不合理 香港人大L 也對 他們有時候覺得真的 所以 這些什麼手足 同路人 不交租 你不一樣要他交租 頂你 做人就是現實的 說真的 我不是說他錯 我只是覺得 其實有時候不要說得那麼漂亮 有時候都是頭腦發熱 亦有人說 千萬不要誤會過來的人 都是同一理念 就算同一理念 都大垃圾 我聽他 我引述他 你說到這些 租樓 均真一點好 不要說同路人那些 沒有錯了 沒有錯了 千萬不要 是給 機會他走 免是別人給 假是自己丟 在 地區 的谷一開名的話 很快全部香港人都知道 希望他看到你這個報告 希望他 希望他 悉趣快點付錢 還快的 那 亦有人說 說真的 大意上 大家 都是一致 但是太多都是性格差異 就算他 就算他自己都自問 是嘴字無口德 一群 都不重要的 不過 最重要就是 守法 我們為甚麼來這個國家 就是因為林鄭不適合 破壞了法治 希望大家 都可以為英國的法治貢獻 快點去 告他 這個跟英國法治好像差很遠 亦有人說 他那麼賤價在英國不用指望 是租到屋 而且英國是有法治國家 一於告他 亦有人說 開他名 喜他 可能不行 這個可能犯法 要提防租 這個 BNO的包租婆說 遲些先 如果這兩個月 都不搬走我會發所有資料 訊息和 進行法律程序都會做 給他一點時間 因為我都擔心他會搞我 他都有我手機 電話和Facebook 亦有人說 唉 給這些所謂同路人搞 真的很難受 原來香港人就是這樣的質地 其實很多 去英國的真是這樣的質地 亦有人說 你跟他說 如果你不交租 就是欠租 我一告你 你們整家就在英國的Visa 就沒有硬了 叫他想清楚 沒必要省這些錢 亦有人說 話畢人家都是手足 其實不交租可能有很多理由 例如 業主無理行某些職責 誰是誰非 就由法院決定 但是有一點 就是租客要受到保障 就算他真的欠你租 他 肯交回法院一定 是會 判他沒事 因為他後來交回 當然 手足亦都有壞人 但是我就相信 我相信 蓋奇 為何說說說這些 說說說救台 那麼搞笑 亦有人說 想幫幫口 因為 很多黃的 他們都不想做租霸 什麼事 有什麼黃 想不想 你怎麼會知道 你是誰 X博士 心靈感應 Alpha心理學 哈哈哈 亦有人說 而是想解釋給你聽 你之後有很多事情要面對 手足 始終都是手足幫一下 希望快點解決 不要逼香港人無路可走 我們已經被林鄭逼得很慘 有林鄭逼你離開香港嗎 是嗎 說不通 但是呢 他們 都是大家同一理念的人 難道你會去告阿布泰嗎 但阿布泰會不會欠你走線 說真的 這個好笑呀 這兩樣東西有什麼關係 你說什麼 你真是瘋了 真是 亦有人說 知道你說哪篇 我之前都吵過他 這傢伙 出名 說原來 出名是 西客來的 這麼小心 對 問一下這個律師 香港就不要考慮了 英國 應該是一個法治之地 你一定會得到 公平的裁決 英國有很多西人租霸 後來他更新了一些消息 就說 Agent 已經出了 notice 知不知道叫他什麼時候搬 現在八月十多日 叫他什麼時候搬 明年八月 不是 十月四日 都合理 是嗎 但是他四月份已經通知他 是不是因為要等半年 到十月的時候 他再不搬的話 是不是又多多半年了 不是 他就說中介說 如果十月四日之前 不搬就要上Quad 中介就說 以前他們的經驗 一般出 notice 租客都會搬 但是 他就說這個人 很難說的 他也癡癡地善 經常都說自己 是為香港 進行革命 所以 就是有權 做這裏 我覺得應該要看病 你試試跟內政部的官員 處理這些移民事務 是為香港人 是為香港人 看看能否給你過 是 亦都說 究竟 誰才是仆街 公開辯論 好像新首相似 辛偉成都跟卓偉詩辯論 這關什麼事呀 沒有關係的 我現在選 保守黨黨魁 你幹什麼呀 你講什麼呀 這傢伙 吳生 發到 每個 王群公開討論 看看誰有道理 這個是不是市主 為什麼這樣 是不是那個欠租 這樣說話也有 我當你 把這個事件發到 每個王群公開討論 如果全部人認為 他不需要交租 你是不是接受 是呀 你這個好事呀 他說我為香港犧牲 搞革命 你是不是接受 再換轉 如果全部的群公都覺得 你需要搬 需要交租 你是不是照做 沒有意思的 你說這些東西 討論是討論 沒有法律效用 沒錯 亦都說 老實說 我聽到這些故事好多了 我現在都不敢租屋給香港人 下面立刻又罵他 分化L走開 關什麼事呀 你又不需要 不租或是怎樣的 說到尾就掃還掃 路還路 沒有說什麼同路人 什麼同路人手足 你不要跟我說那些 你不要跟我說那些 最均真 準時交租就最均真 不用跟我說什麼同路人 亦都說 說他真是 賣屎不走的話 分分鐘可以搞成年 英國本地很多這些租霸 亦都說 對付無乃租霸 就是公開他 任何的私隱 你可能犯法 亦都說 不要認罪香港人就可以了 其他都不要緊 他就是香港人 如果你這位留言的人說的話 是對 屋主最盡最盡的 受的損失 是 被他拖足一年 對不對 但是對方承受的風險 就是 不能留在BNO祖國 沒錯 是吧 那麼 如果你 將兩樣東西 比較的話 屋主的 受的損害 都是 比較輕 的確真的有人這樣說 告到他回香港最完美 送他一程 送他去大灣區 不要手軟 叫他見李家超 李家超應該沒有那麼多時間見他 我想 沒有那麼多時間見他 當然 現在就希望他快快脆脆 收回房子 說真的 什麼同路人都浪費氣 亦都說很失望 為什麼來了那麼久見到這些香港人越來越多 這是人性的 還有一些 條件不足夠 去到想找 各式各樣的好處的人 不一定只是 BNO祖國 還有很多其他人都會這樣 這位女子亦都說 她 之前有一個本地的英國朋友 租房子給香港人 媽媽看上來好像很Dyson 最後一年 懸弱就開始發爛了 為什麼 他要專門清洗 這個合同有寫的 你有沒有看合同的 全部租房子都有寫 專門清洗 我以前做清潔生意 我們做BNO的節目 都曾經做過一節 是說這件事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 自己洗就可以過到骨 要找他那些 不要像自己那些 你找他指定那些 就多數過骨 你自己就要駁 多數都駁不了 說真的 其實 他亦都說 混合完了 就說跪 說業主跟Agent 合同 他 之後他的英國朋友 就請了這個女子 去跟那個人溝通 因為他懂得說廣東話 租房的人不太懂英文 他就說我好聲好氣解釋contract 簽的時候 就是有professional cleaning 他就說 搬進去的時候 都不覺得很乾淨 之後又說 來到英國 就覺得整天有人欺負他 還故意 製造很多麻煩 當然 他又是 買了樓 未搬得進去那些 那是你的問題 你想想我朋友賣了樓 我都要強行搬出來 頂你 你是好人 我朋友叫我不用 也不好了 算了 算了 亦有人說 香港人幫香港人 等好 就是找夠自己人的笨拆 又不是全部 但是看到很多都是 很多都是 告他老美 搞得他入不了值是最好的 這樣說 亦有人說 其實那個人也挺笨的 值都入不了值不值得 真的 我都覺得挺笨的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裏 多謝各位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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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